然番剧场,然番啦! 战斗六半 站在讲桌台前 望着下方全神贯注的学员们 风起侃侃而谈 明天就要返校了 这几天他除了与灵染待在图书馆之外 就是在学府内的各个班级讲课 现在白服生每天都会给他安排了一节课 让他试着体验一下当老师的感觉 最重要的 还是让他自我定位是否能够胜任老师这个职务 或许白服生不会想到 风起的每一堂课都无比火爆 学员入座率爆满 许多非战斗向专阅的学员们也会文讯前来蹭课 抢不到座位的学员甚至是蹲在地上 怕再过到窗户边听课 并且每个前来听课的学员都随身带着笔记本 边听边记 每堂课的学习氛围浓厚 他在课堂上讲述的内容 更是会成为当天学员们讨论的热门话题 这一点风起早就有预感了 倒是不感到惊讶 毕竟他在未来梦境数据库中抄的就是教学模板 表达方式通俗易懂 他只需要照葫芦画瓢的将视频中教员所说的话 以及标记的重点复述给学员们即可 这次在未来梦境中 他抄袭的功法是天地冥想 是一门专注于精神修炼的功法 内容总共分为四个篇章 所以他打算用四节课的时间 将阵门修炼功法 传授给新城学府的学员们 今天是第四节课 也是最后一节课 随着时间推移 风起合上了备课本 望着台下笑着开口道 好了 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关于天地冥想的四个篇章 我也都讲完了 课后大家可以交换一下笔记 补上没有记录的内容 明天呢 我要离校一段时间 我们到时候再见吧 说完 他就要转身离去 这时坐在下方的一名学员 忽然站起身来 望着风起略显期待的 方老师 我是功法四班的学员 我叫丁思远 这几天听老师讲课 我受益匪浅 得知老师授课的修炼功法 都是自己研究出来的 我希望老师有空 能上一堂关于功法研究心得的课 这对于我们功法班的学员 倚重吧 听到这番话 他不由得愕然 功法班的学员不同于战斗班的学员 他们未来的目标 肯定是进入各大研究机构 成为一名功法研究员 而这也是他曾经的目标 所以他能理解这名学员 渴望得到他研究功法时的思路 以及心得 对于功法班的学员们来说 修炼只是次要的 了解人体构造 以及如何创造出一门崭新的功法 才是功法班学员们的努力方向 对比之下 战斗班的学习方式就像是套用公式来计算答案 而功法班学员追求的是创造出崭新的计算公式 所以如何创造公式的思路与心得 对于功法班的学员们来说 意义重大 面对学员们的询问 封其心中汗掩 因为他在功法研究理论方面 也只是个半调子 王锦生曾经悉心培养过他这方面的能力 但他距离一个真正创造出一门修炼功法 能力还是差得太远了 所掌握的内容 甚至远没有这些在功法班 潜心学习多年的学员们来的专业 功法班的学员们肯定会认为 理论扎实的 不一定实践能力厉害 但实践研究出功法的 理论一定无比扎实 所以他们会觉得 创造出崭新的修炼功法的他 在研究功法方面的学识渊博 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 但学员们怎么都不会想到 他还真就是实践厉害 理论方面完全就是渣 既然你们有兴趣 那就等我回来 专门上一堂功法研究心得课吧 风奇笑着回应道 随后在学员们的掌声中 他离开了课堂 回到了宿舍 坐在书桌前 风奇在笔记本上添加了一段 下次进入未来梦境 需要做的事项 下次进入未来梦境 得找一堂功法研究基础教学课 好好抄一份 装逼就得装全套 其实装逼的后果是什么 他很清楚 越是高调 就越有可能被暗中潜伏的敌人暗杀 但既然走上了这条路 他就必须高调 也必须承担起应有的风险 从未来抄袭功法 就是在推进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对于未来产生的影响深远 他不可能放弃 这也是他觉得 现代文明站在他肩膀上发展的原因 做这件事 没法低调 像白夫生提出当老师 也是有这方面的因素考虑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当了学夫老师 他就可以暗中培养 建立对抗星红研究院的组织 比如灵染 木晴 以及后续他要招募的那些当事天才 都可以以学生的名义聚在他的身边 外界对此也不会有任何的猜疑 在当老师的同时 他也可以挖掘星城学府内中有潜力的苗子 加以培养 甚至是吸纳进组织 所以 当老师既可传授内容 推动人类文明在修炼学上的发展 也可以借此为幌子 暗中建立对抗星红研究院的组织 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 在学府当老师 对于他来说都是最优的选择之一 另一个选择就是当校长 这样 整个星城学府都会成为他潜在的力量 但那显然是不切实际的 同时 星城学府内的安保严密 在学府任教期间 他的人身安全也相对有保障 最起码比待在外界安全多了 思考中 奉奇又在笔记本上添了一些内容 明天就要离开星城学府 返回学校准备毕业事项了 他忽然有些期待 在得知自己 免考保送星城学府的消息时 死党莫非会有什么反应 银河学府 校长是 看着手中琥珀研究院的最新通知函 校长严俊卿的脸上浮现了一抹诧异 通知函上的内容是 要求各学校更换每日晨间的修炼体操 采用最新版本 同时各大学府一年级新生 需要以最新版本的修炼体操为基础 修炼科目学习一个月 然后再试着接触其他的修炼学核心科目 其中通知函最后的人物引荐介绍 引起了严俊卿的重视 风奇 才17岁 这样的功法研究奇才 就该尽我银河学府 想到这里 他掏出手机拨打了一个电话 待电话通了 他当即开口道 以我的名义 你一份保送生的提前录取通知书 类似的情况 在各大学府校长室内发生 正在埋头思考未来发展的风奇 绝对不会想到 面临毕业的他 已经成了各大学府关注的重点 行程学府 校长室 接过助手递过来的通知函 白夫生喝了一口茶 开始查看内容 可当看到通知函最后的人物引荐时 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幸亏先下手了 老伙计们 你们来不及了 但笑到一半 他忽然觉得有些不保险 于是连忙拨打了风奇的号码 响了数声之后 风奇的声音传来 师公 找我有事吗 小子 男人一口唾沫一个钉 无论外界给你什么诱惑 你既然答应了 就不能反悔 正对着笔记本埋头苦想的风奇 刺失一脸的懵逼 我们可以 得到人家 刺失